《中文字幕》 又回來了 趙導演Waney哥哥 對 和你聊了很多 關於李力慈先生 他一些執導上的經歷 你自己的經歷 剛才你帶出一些故事 繼續和我們講下去 電影的故事真的講不完 只不過我們說電影是講故事 演員是塑造人物 一個電影一枯人在一起 人與人之間本身就有故事會發生 我們拍戲一個project 分分鐘就半年 我們由開工到薩青那天 即我們說薩科那天 中間是沒有假期的 還有我們不會說有得回家 譬如說你出埠去一個場地拍攝 手在那裏就只剩三五個月了 講一個很隨問給大家聽 這個王家衛導演拍一代中詩熱問 就是廣東一個叫做欣平和開平的地方 在那裏取景 在那裏一枕著一個crew 整個production team在那裏 枕了兩年 即是有一些劇組的工作人員 已經組成家庭 兒子都生了 即是一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枕著兩年 連兒子都生了 那我就在那裏再分享一個 我們親身經歷的故事給大家 這個就和一種劇組的崗位有關 這個崗位叫做武術組 武術組裏面有一些武行 我們又叫他做龍虎武師 即是很威的名字 但通常我們叫他做武術組 武術組裏面的武師通常都是 學體操、學武術這些專業出身 我們這位故事的主人翁 是我的一位同事 在拍攝少林足球期間 他們經常有一些人 飛來飛去的場面 他們是用一些吊雞車 建築工地上的吊雞車 綁一些威也 綁在一些武師身上 有時一天下來 調回三五六個小時就很正常 那這位人兄 那時也是十八二十二十 我們差不多年紀 他有個女朋友即將來探班 即是來我們劇組探班 他就說 我和他都拍拖 拍了三、兩年 我其實都很想和他拉近天窗 我們一聽當然很興奮 我們一起幫你構思 他就說 好 我想向他求婚 但也不怕跟你們說 我現在窮 我沒有錢買戒指 那婚怎麼求 那一扎十八二的年輕人 就圍在一起幫他構思 本身大家都是會構思劇本 本身大家會構思思 構思這些很在行 好 他們的武師 整天都是釣在一條威也上面 那些威也有些是幾mm粗的 他們的武師全部都懂得一種手藝 就是打一種叫做威也扣 這種扣是一種死扣 扣住了他們 他們把他們釣在那裡 永遠不會送開 這種威也扣 是保住他們的命 平時的命 好了 終於等到那一天 他女朋友來探班 下班之後 我們個個都沒有走 現在說起那個畫面 我也覺得很感動 那些威也是一粒粒的 上面是一群很粗的 他就把那一群上面的威也 剪了一個那麼長的 用他們的威也剪了下來 將它捲成一個環 打了一個威也扣 是指環的形狀 但是不值錢 他走去他女朋友面前 他拿著這個環 跟他女朋友說 不值錢 但是就是一個這麼不值錢的東西 每天都調住我的命 我的命 整天都調住在這個上面 他對我來說 就是最值錢的 我開工也是靠他 我現在把這個送給你 對不起我買不起戒指 我可以用這個向你求婚 那個時刻 我們真的所有人都很陶醉 雖然我們不是當事人 問題是他求婚成不成功 成功 成功 這個當然是最想發生的 最後我們再 幾部戲之後 我們再遇上 抬頭不見 低頭不見 那個組織都散了之後 再跟另外一些新人 重新再一組織 之後江湖上面 大家都會經常見面 成家立業了 之後 是 子女都已經三兩個 當然會好好祝福他們 但是他也是做到三十歲的時候 就已經退休 因為這一行真是周身上 你說退出在這個行業 其實真是來來去去 這個行業真是好像流水一樣 無論是哪一行的娛樂 我覺得都是這樣的 有時候有些人真是紅 一夜之間就好大紅大紫 有些人一夜之間就消聲匿跡都有 你自己是怎樣看 因為你自己都已經在這個行業裏面 有二十年的時間 是甚麼原因 因為我知道你現在都開始停下來 甚麼原因令到你現在停下來 你後面還有甚麼計劃 你還有甚麼想法 幾樣事情 第一就是二十年裏面 我們經歷了電影這個行當 由高潮到最低潮 就是翻版橫行的時候 再到一零年之後 觀眾又開始走回去戲院 又和大家一起走回去戲院 開始有這樣的氛圍 我們見證了這個行業的高潮和低潮 港產片最高潮和港產片最低潮 我們都經歷過 我之所以漸漸在二十年之內 到現在我漸漸開始來它漸行漸染的原因 它真的會用盡一個人的精力 但我相信你現在在美國 你仍然還有這些經驗 我相信你一定還可以在這一行 還可以投身 將來還可以做一些策劃 或者這方面的事情 我很期待 我非常之期待 因為電影這方面 我現在都很希望能夠 在你的心上學多一點 我其實今天來訪問你 就說訪問 不過其實就等於 大家朋友聊聊天 沒錯 非常多謝你 很希望我們還有機會 有時間 又可以再請你回來 又可以或者上你的節目 給你訪問一下 好 再繼續跟你聊聊天 好嗎 最重要是你喜歡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喜歡 絕對喜歡 大家都很喜歡聽 我相信今天這一集 收視非常非常高 趙導演 Winnie哥哥 有機會我再繼續跟你聊天 好的 多謝Busco 多謝你 多謝觀眾朋友 今天多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看我們三小天地 下一集同樣的時間 在這裡我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 我來看你 今天晚上 有幾個小時 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來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